MING PAO 金光 MING P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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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廈門玩 離開廈門之前呢 大家都會買一些伴手禮 回去跟大家的親朋好友分享一下啦 那隱正在這一趟旅行的過程當中 有精心挑捲了每一個景點 我覺得還不錯的一些禮品或是一些經驗品 然後我就邀請兩位小編來幫我感受一下 如果是你們收到這些禮物會不會開心 首先是前面擺這兩隻超可愛的貓 是我在貓街買的 貓街有超級無敵多貓的產品 而且它上面有寫幸福跟希望 它是很可愛 我是貓母所以我一定OK 它捏起來沒有分量啦 它質感超好的啊 而且我跟你說它裡面有各種字樣 比如說什麼減肥成功啦 或者是桃花韻啦 然後就可以送給朋友們不只是可愛的小貓 還有一些祝福在裡面 廈門名點 為什麼廈門的茶點這麼多 因為廈門這邊藏了茶葉 所以很多人喝茶的時候都會想要配一些小點心 好吃卷 哪兒 花生酥 板栗筆 狗屎糕 欸狗屎糕好像還有一個狗屎湯 也是這邊的特色 兩位最想吃哪兩個 他想吃狗屎糕 狗屎糕 它就是像蛋捲一樣 像捲心酥一樣 然後裡面有一點點花生醬 長輩一定愛 長輩可以送給長輩 好吃捲 好吃 超好吃的 再來我們來到地獄 狗屎糕 那邊是它超好吃的啊 欸對有時候名字是有創意的而已 對啊 我先聞聞啊 狗屎的味道 有塞味 有那種 年糕的味道 年糕 裡面就長得像這樣子 花生醬的概念 吃起來是 我覺得有洗碗筋的味道 洗碗筋的味道 沒有花生 沒有花生香 我燒嘴 來來來 沒有洗碗筋的味道 沒有洗碗筋 你嘴巴壞掉 其實我覺得它有點太 甜了 甜膩感比較重一點點 本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的伴手禮呢 叫做蛋花酥 很香啊 我覺得它的味道就是花生酥的味道 這個花生味夠抖 我喜歡它外面那個皮 再來第三個呢 可能很多台灣人 都會覺得非常的熟悉 可是因為我太多 當地的朋友 我去那個紀念品店的時候 他就說小姐小姐 這個一定要買 他說是下面的特色 鳳梨酥 來給大家看一下 老字號的鳳梨酥 這家偏甜 偏料是咬得到果肉的 我覺得這個味道 跟台灣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你可以拿去送 日本朋友跟他說 你去廈門玩 接下來這個包准台灣絕對沒有 廈門人都很喜歡的老字號 登登登 買這個不要買鳳梨酥 我覺得今天要做一個解釋 不管你收到了什麼經驗品 或者說收到了什麼東西 最感人的地方呢 就是可以收到朋友們自己寄來的明信片 我今天的廈門伴手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囉 不知道大家喜歡什麼呢 泡麵 泡麵滿分 你說 你說 作詞 認職